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容貌与心意相应 内外相称也 这说明人的相貌与内心密不可分 所以我们应该注意自己的面相 名人孟子曾说 目不听其耳 心不为其行 眼镜是心灵的窗户 从眼神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和内心世界 清澈干净的眼睛代表着一个人的正直和善良 而浑浊黯然的眼睛则暗示着一个人心灵的浑浊 眼睛向外突出的人脾气暴躁 眼神飘忽的人则可能狡猾奸诈 而眼睛清澈透亮 比较平静的人 则往往是敞亮痛快 做事干脆的人 苏氏曾说 眉宇间清出于蓝 气质生于微 鼻子是整个面相的支撑点 它的高低 粗细 弯曲度 都会影响面相的整体形象 鼻子一挺 直最佳 最差也要周正 不要长歪了 否则整个面相就垮了 鼻子的形态不仅仅影响外貌 也反映着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和气质 向游新生 面相是内心的投影 二 真假看嘴唇 在相学中 嘴唇的形态和大小 是判断一个人性格特征的重要指标 因为嘴唇是情感 语言的表达器官 也是心灵的窗口 反映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 孔子曾说 口之所以生实 而人之所以生恶也 故口辩而不作 是已有恶者也 他认为人的言行举止 是外在世界对内在世界的一种反应 语言和行为表现出人的道德品质和性格特征 而在相学中 关于嘴唇的形态和大小 也有许多名言警句 比如 口为出那官 以大为好 这是清代大如曾国藩的话 意思是说 嘴巴大的人口齿伶俐 说话得体 往往能得到更多的人的欢心和信任 再如 嘴唇以方 广 厚为贵 这是明代相学家吕祖谦的话 他认为方形嘴唇代表心地正直 广嘴唇代表善于交际 后嘴唇代表性格豁达 然而 嘴唇的形态不当也可能代表着负面特征 比如 若上唇盖不住下唇 难必多诈 女多克夫 这是相学中的说法 如果上唇不够后 不能覆盖下唇 则意味着此人性格阴险 不可信任 三公民看气概 一个人的气质 气场 格局往往决定了他的成就 有的人天生具有领导者的气质 一见倾心 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别人的信任和支持 而另一些人则缺乏这种气质 虽然努力奋斗 却很难得到他人的认可和支持 那么 如何培养自己的气质和气场呢 这需要从眼界 格局 做事风格等方面下手 要不断拓宽自己的视野 提升自己的格局 学会在做事上善于把握大局 从而展现出自己的气质和魅力 不仅如此 气质还需要长期的积淀和修炼 只有坚持不懈地锤炼自己 才能慢慢地形成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 赢得别人的敬服和信任 曾国藩的一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具有独特的气场和气质 能够聚人 用人 从而成就了一番伟业 他的成功并非偶然 而是他长期地修炼和不懈地努力的结果 一个人的气质和气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四 富贵看精神 一个人的精气神是与其富贵成败息息相关的 有人说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但是在曾国藩眼中 富贵可以通过看精神观察出来 一个人的气质 格局 做事风格 都与其精气神息息相关 有充足的精气神 才能让一个人充满活力 从而在各方面获得成功 曾国藩一生都在忙碌事业 没有多少清闲时光 但他却把精力全部投入到工作中 为国家的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 虽然最终未能享受到富贵 但他却是真正的富贵之人 因为他拥有充足的精气神 拥有了不朽的历史地位 只有精气神充足 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更稳健 五 逐一看执爪 执爪的形态 也能反映一个人的性格特点 如果执爪细长而肩 通常表明这个人机智灵活 能够迅速适应各种环境 如果执爪骨节分明 手腕粗大 往往意味着这个人性格强硬 不服输 有的人手直短而肥 执爪饱满 这种手向形态也被称为拳头手 拳头手的人通常性格坚毅 果断 不拖泥带水 做事情干净利落 六 风波看脚筋 关于脚的像术被称为足像 被认为是像术中的重要部分之一 可以预示一个人的命运 有一个名句是脚底筋络 直通于命根 好人好命 坏人坏命 因为脚底的筋络 与命根部位相通 所以通过观察脚筋可以了解一个人的命运 曾国藩曾说过 心有所往 足有所往 远行必有所到 脚是我们行动的基础 它承载着我们前行的方向和动力 脚筋的粗细 强弱和灵活度 反映了一个人的精力和意志力 脚底筋络 直通于身体各处 如果脚筋柔软而有力 意味着身体健康 精神饱满 相反 如果脚筋萎缩 僵硬 虚弱 往往伴随着身体虚弱 精神抑郁等不良状态 七 头脑看言语 正如圣贤孔子所言 言之有物 则行之有理 一个人的言行是相互关联的 言之有物则行之有理 言语调理清晰 则行为自然不假 在善于表达 自己的人往往更容易获得 信任与支持 而语言杂乱无章的人 则往往难以取信于人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讲话的死后 也要注意 不仅要注意言词的准确性 更要注意 语言的组织结构 与逻辑关系 将话说得简洁明了 重点突出 只有这样 才能在人生中 游刃有余 学会控制自己的语言 让言行相符 才能在人生道路上 走得更加稳健 当然在面向中 额头也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部位 掌管着一个人的事业和福寿 霸王项羽 乌江自吻 这是大家都知道事情 但是很多人却不知道 他其实有和二郎神一样的奇异功能 那就是天生的众谋 有着所谓的第三只眼睛 不过他这里的第三只眼睛 不是像二郎神那样的眼睛 而是在额头上 有着眼睛形状的印记 不过也正是他 这种天生的与众不同 才造成了他历史无双的战绩 当然历史上 还有其他的众谋者 也都是赫赫有名的贤才 比如众儿 吕光 李玉等人 所以 额头生的好坏 直接关系着 人一生的运势吉凶 而通常情况下 额头上的纹路 也是具有着一定的预示 我们是完全可以 从纹路的形态 位置 数量等等 就可以推断出人的一生 福禄多少 事业成败 我们接着一起来看看吧 一折曲纹 折曲纹又名蛇形纹 额头上升 有这样的皱纹主胸 其人亦发生意外 命运多船 一生遇到的挫折较多 例如会死于水患或道路 人生难得圆满 二 交叉纹 额头上有此纹路主胸 其人有可能会官非缠身 甚至死于刑罚 假如印堂处有此皱纹者 男客妻 女客夫 一生劳碌辛苦 三横三文 有此面向特征的人 男房妇 女房妇 而且少年时期运势较差 会经历不少挫折 四 玄真文 印堂处有此纹路者 六亲元宝 不能依靠父辈 一生坎坷操劳 夫妻关系不佳 有可能还会背井离乡 五 川字文 额上有川字文主长寿 即使身体偶尔也会生病 但总能平安度过 但如果文路过长 则会行客家人 而如果川字文 在印堂处则主集 其人心地善良 懂得知恩图报 可通过自己的努力 获得地位与生育 六 掩月文 额头上有三条痕文均向上 弯成月牙式的弧形 相学上称之为掩月文 又叫福西文 掩月文是知识分子 靠用脑筋而成功的面向 表示为人正直清廉 形势稳健 不喜欢卷入无谓的纷争 会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 默默地服务奉献 很适合担任公务人员 或是管理监督的职位 掩月文如果均匀明显 则主智力超群 记忆力特别强 如果模糊或者锻炼 就失去了功能 如果三条文的尾部 都是两头略向上弯 则表现了这种人 能够忍耐劳苦 成就大事业的成功者 女性如果有这三条横文 虽然利于事业 却个性太强 不利于婚姻 如果三条横文的两头 纹尾向下弯 可能容易孤寡 如果是短小的三条横文 位置都在印堂 则需谨防意外灾祸 这三条文上文称天文 中文称人文 下文称地文 必须长而完整不断 如果短 乱或中间有断裂 就会失去效用 而只见其劳苦低悲的一面 天文象征能得上 司长辈欣赏提拔 人文象征聪明能干 又肯努力求上进 地文象征获得部署敬仰 肯心服口服地追随 服从他的领导 所以是早年发达的人物 有三条演阅文的人 成功机会大 当然也更劳碌 地位高 责任重 可以为国家 为社会做一番大事业 而且也能享大寿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 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